香港小姐決賽之後有些魚球 由紅地毯講起 紅地毯本來五個MC一起走 但為何會你四個先走 貝爾最後才出 我們都看大會安排 Janice都說得及 其實她都是一起走 只不過是差一點 所以我都不覺得是分開 一起走 那個時間是安排了給我們 遲過你去甚麼原因 我沒有深究 因為大家都不同的位置一起集合 總之大家知道那個時間出現就可以 另外你們五個MC都是女生 有部份觀眾覺得很吵 是 你覺得你們的表現 這個都很合理 因為你女生其實會興奮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特色 三個女生一個虛 我覺得吵的位置都是氣氛 例如你宣佈五強 宣佈灌阿貴 那些位置是要有些情緒 是氣氛帶動的 起碼有人說一下都是好事 起碼那晚大家知道是全女班司儀 我都盡量去配合 即當的時候就幫忙搞氣氛 但如果那個位置是給女生說話 給她們拿分的答問題 我都很希望她們用盡一分鐘的時間 給她們全部回答 但如果是開始有些靜 我都盡量去補位 但當然是氣氛 不是為吵意吵的 是有原因的 那你宣佈賽果那一刻 是 觀眾會留意到貝儀想搶你的Q卡 搶嗎 你就縮了 即是想搶你宣佈 這樣的我們是夾了 一陣子的時候 因為有同一時間 比如冠阿貴一定有三個信封 我們是夾了 真的去到班祭嘉賓站定的時候 我會和貝儀一換一 可能是否有那個位置 我不知道 但其實我們是夾了 沒有搶的 因為排排的時候都很順利 夾了一個流程 就是我拿完未讀的信封 貝儀就會拿宣佈的信封 程序上我覺得 那個位置沒有問題 我們沒有讀錯 信封沒有錯 我是要把關這件事 因為這麼多是非 就有個聲稱自己的行內人爆料 就說貝儀是扮大姐 那你有沒有感受到這件事 這個網民的意見 我覺得這件事 我也有很多網民意見 我覺得 既然有網民討論 又有人說話 我覺得對於我們藝術 至少有人看 亦都有人討論 都是好事 因為我們做藝術 最重要是有聲音 例如今年有聲音 我覺得都是一個交代 就是你最怕是 做完整晚show 公司放這麼多資源 亦都希望全香港 都知道誰是冠軍 起碼有人看 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很重要 你說是否是非 但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聲音 這件事我覺得 我也是選美出身 你都很希望有人討論 如果選完之後 沒有人說 你更害怕 不要浪費大家的心機 我覺得 我覺得 都是一件好事 心態 要正確就對 你都不太感覺到 去扮阿姐 還是 我自己扮阿姐 我自己扮阿姐 沒所謂 我覺得 香港小姐 其實是 每個人都要互相保衛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我都要給其他位 新人說話 這件事 都是整個港姐 大家都知道要有的 團體合作 會不會是 你四個都是香港小姐 只有貝兒一個不是 會不會火花沒有那麼好 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個是 現場 我們夾好了 一些東西 適當的時候 適當的時候 我和貝兒 就會保衛 這個 在我們排的時候 都夾好了 不過最重要 大家討論 至少你現在還在問我 另外一件事 就是 讚你 是 你幫冠軍 投正後官 是 很緊張 好像當正是你自己 是 其實我回想 沒有直接看 因為我飛了 之後 我都沒有想過 我可以九秒九走得那麼快 而且那條裙子 是有拖尾的 我都覺得自己好像超人 還有一級 然後我又要顧著鏡頭 因為那一刻 其實全程中目 就是 在冠軍 所以那一刻 都不想那麼多了 快點扶了 那一刻 因為那一刻 很重要 好 謝謝